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 Baratalk 和大家講講2023年第一個星期 加拿大的經濟數據 和美國一樣都出了12月2022年的勞工報告 按月新增了10萬4千份工作職位在加拿大 當中8萬4千份是full time 兩萬份是part time 之前11月有個下跌 現在12月有一定程度 pick up 最厲害的是建築界 3萬5千份的新增 其次就是交通和warehouse 貨倉都有2萬9千份的新增 雖然新增非常強勁 但這個板塊按年其實下跌6千7百份的職位 跌6千7百份似乎不是很多 但對比起全年加拿大有39萬4千份的新增 大部分的板塊都是上升的情況下 Transportation和warehouse相應見絕 除了按月這兩個比較大的企業之外 亦都見到問如康諾 在12月很明顯就有個上升 這個和美國有些類似 上升2萬5千份的新增 比較損失的就是醫護和社工界 在12月跌了1萬7千份 其次就是Holesale和Vetail 再次就是Manufacturing 分別下跌8千6百份和7千8百份 在失業率方面 亦都輕微地下跌0.1%至5% 維持在歷史低位徘徊 除了按月的情況之外 亦都來看回今年 2022年全年的情況 你會發現 總共39萬4千份的新增職位 大約等於整個 employment就業的數字 就升了2% 非常之健康 當中最厲害的仍然 都是Professional Science和Technology 專業人士 上升12萬2千份的職位 其次呢 隨著年頭 尤其是 地產界 非常之雨後春筍 當你有的需求 就很明顯製造到 一個很強勁的供應 以至建築工人 New Employment 都有8萬4千份 而比較伤的 仍然都是 Holesale和Trading 批發和零售 按年跌了9萬5千份的職位 不是那麼英俊的情況 估計這個趨勢可能會持續 例如無關事 或不是太大關係 Amazon 最主要是貨倉 或者是網上的零售 他們都宣佈 裁員1萬8千人 很多的自製 都會相對精簡架架 各方面 都會令到這方面的工人 去竊策 接下來 供應鏈更改善 另外 看看PCOVID VS 2020年2月的情況 全國的總職位 增加了62萬6千份職位 相等於3.3% PCOVID 增加了0.8% 這比美國 比較PCOVID 只升0.8% 為之健康 這就是我昨天所說的 升幅最重要的 仍然都是 專業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這個版塊 多了30萬5千份職位 其次 你會看到 Finance Insurance 過去幾年 肥仔水 賣屋賣屋 各方面 再加上資金橫流 很多人 找投資股問 各方面 如何安置錢 所以 這個版塊 增加了12萬5千份 接下來 會不會 靠近一點 相對這兩個版塊 跌幅得最傷 雖然 回復很快 尤其是 尤其是 結束了 餐飲業 和酒店業 是復甦的 但仍然 比起 PCOVID 是低了 12萬6千9百份職位 相對整個版塊 整個整個版塊 整個版塊 其實 跌了10.4% 的就業 希望 未來這年 會再進一步 復甦 但你看到很多事情 都轉了 是take out 又或者 不是face to face 那個服務 例如 你看到麥當勞 其實在PCOVID之前 已經有一個個牌牌 不知 你自己按鍵 來選擇 但是 當COVID之後 這個趨勢 就 氾濫在整個餐飲業 可能 亦都會影響到 未來的增長相對 是緩慢 都未頂 再加上 過程當中 有不少的餐飲業 都收拾了 或者換了手 各方面 都會影響到 in long one 精簡人手 其次 雖然這個版塊 比較小 農業界 跌了37,000份 的職位 但是 相等於全國農業界 12.5%的下跌 比APCOVID之前 這也是比較重創的行業 哪怕 食品 價格 或者 commodity 無論是 COVID 和 蜡邊 都是上升 不少 雖然到年底 又 跌回去 只是輕微地上升 接著 按月 不同的省份 安省升了 42,000份 職業 Alberta 25,000份 BC 17,000份 QBQ 反而 只是輕微地上升 3,000份 雖然是這樣 但是 按年來計 Alberta 最正 多了 89,000份 職位 相等於 有3.9% 在就業崗位上 上升 雖然 安省 人數 10,000份 多 只是等於 1.4% 上升 QBQ 雖然 12月 比較差 但是 全年 都有7.9,000份 1.8% 上升 稍微好 比 安省 BC 都不約 63,000份 大約 2.3% 上升 而失業率 BC和QBQ 分別是4.2% 和4.0% 的失業率 安省 5.3% 而 Alberta 仍然 繼續有5.8% 你看看 失業率 似乎 Alberta 最差 但是 會不會是因為 多人 去找工 有找工 意欲 再加上 現在 現在油價相對來說是高企 對 之前 尤其是最慘淡的 2020年 但是 過去10年 其實 Alberta 省都是因為油 暢旺 多人 找工 多人 migration 由不同省份移民 過去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他 都是 著數了 以至找工多了 失業率自然就高了 會不會是這個情況呢 另外 加拿大董 亦都有 比較大的 Megacity 例如 多人多 滿地可 和溫哥華 的數字比較 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 我們知道 在2022年 新移民有45萬 當中 多人多的人口 當然是 Migration 不只是 新移民 多了10萬人 一年裏 滿地可 45,000人 而 溫哥華 多了3萬人 但是 多人多 在就業上 少了 33,000人 雖然 失業大軍 又少了 53,000人 變相 多了人 退休 就算 他們找到工作 有些人 可能 離開了 勞力力力力 而 滿地可 健康地 多了 8萬人 職位 少了 12,000人 失業大軍 而 Vancouver 多了24,000人 職位 少了 19,000人 失業大軍 每地可 溫哥華 都是健康地 4.4% 而 這個多了 大城市 人流 比較多 移民 比較多 失業率 較高 5.7% 另外 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12月的時候 unison disability 因為這個緣故 不上班的人 8.1% 雖然 這個數字 比起 Omicron 進軍 加拿大 2021年 1月 10.1% 是低的 但是 比起 平均 平均 6.9% absence rate 就為之高 這個會不會是因為最新的變種病毒 好像叫做 XBB1.5 這個影響 令到人告假 還是假期的時候 那些人果然吃 乘機 不得而知 假期的時候 因為種種的原因 來放假 都是 無雙大雅的 大部分的 business 除了 零售 或者 food and recommendation 那些比較忙 少少之外 這些 是一些有趣的數據 如果你喜歡的 也可以上 Statistic Canada 裡面 查找更多的資料 希望這些資料 數據幫到大家 整體來說 你會看到 加拿大 2022年的 勞工市場 雖然 因為復蘇相對比 美國快 所以 是比較jumpy 有些是negative 有些是positive 不是 像美國那樣 完全是positive 而且是必須 forecast 但是 你看到 這樣 就是 比計劃的 precovert 已經高 above and beyond 很多 估計 2023年 隨著很多人口 仍然湧下來 製造更多的需求 和就業機會 都會繼續健康 哪怕 哪怕 因為加息的緣故 因為其他因素 可能 可能 會出現一個technical衰退 或者 就算沒有衰退 那個的增長 相對來說 緩慢也好 說到這裏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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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